好的同学们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我们的gmat语法部分的例题 看一下第9题 好 第9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题 也就是比较 比较结构 在gmat考试中遇到比较句该怎么办 好 首先我们看到比较句的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feature 也就是特点呢 就是有这个单词吧 对吧 then无论是more than less than 反正是有这个单词 遇到比较句 遇到比较句 同学们脑子中第一反应 就是then的左边跟右边能不能比 能不能比 它具不具备可比性 首先我们现在找什么 也就是找这个then的左边是什么东西 比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看第9题 then的左边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rice production 比的是rice production 也就是比的是这个米的这个产量 比的是米的产量 好 那既然比的是米的产量 比如说向c选项 向c选项 你米的产量可以比上一个年份吗 可以吗 显然是不可以的吧 因为米的产量跟年份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跟年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好 这个是首先看能不能比 第二 这个less跟favor有什么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这个feel啊 这个feel只能是说人啊 只能是说人 而不能说东西啊 也不能说数量的多少 只能说人的多少 那么通过这个语法点呢 d和e选项啊 d和e选项 首先把它排除掉 首先把它排除掉 因为这说的是数量 是rice production啊 rice production 剩下a b c选项啊 c选项也不对 因为rice production跟1978是不能比的 所以把c选项 很快也要排除掉 剩下a和b啊 剩下a和b就引出了另外一个语法点 也就是说a和b 这个zose off是从哪来的 这个zose off是从哪来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当比较剧当中 第一个问自己啊 一定要问自己 左边跟右边能不能比啊 能不能比 那你rice production和1978 一个是产量 一个年份 这个东西不能比 好 那么在后面 如果产量 刚才说的是rice production 如果后面做比较的话 rice production应该用哪个代词来代替 一定是z off 因为什么 因为production在这个地方是没有s的 是个单数 也就是说 在单数的情况下 一定是z off 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是负数 如果是负数 我前面 比如说 我这说的是right wise productions 如果是负数 那那 在的右边 要用zose off来代替 这个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 如果啊 但是尽管如果是这样代替的话 这个zose跟z来说 它还是一个代词 对不对 它还是一个代词 那么啊 一种更好的方法 就是用直接用名词 继续代替这个代词啊 好 我们现在还是看这个立体 现在我们只有a和b选项 首先这个zose off 这个地方 这个zose是不对的 因为前面比的东西是单数啊 前面比的东西是单数 要是对 也得把它改成z 对吧 要是对 也得把它改成z 但是我现在把它改成z了以后 它对不对啊 它还是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less than that of 1978 harvest 那你现在z of1978 已经说的是havest了 对不对 已经说的是havest了 你再来一下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重复啊 重复跟啰嗦的区别是什么 啰嗦是可以简洁的说 但你非要复杂的说 那重复的是 你把同一个内容说成两遍 也就是说 啰嗦也许是正确答案 那重复一定不是正确答案啊 记住重复一定不是正确答案 好 b选项为什么是对的 b选项 它虽然没有z off 但是它直接是less than 1978的havest啊 直接说的是1978的havest 这个havest的名词代替代词 也就是说把代词的数量减少了 是一个正确答案的标志啊 是一个正确答案的标志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 就是这个fewer啊 fewer跟fewer跟less的区别 多数情况下 如果这个这句话啊 大概说的不是人 而说的是数量的话 说的是数量的话 一定要用less而不是fewer啊 好 这就是啊 这个的全部的语发点 好 我们现在下面看第十题 我们下面看第十题啊 第十题也是从z开始画线 画的has been expanding啊 has been expanding啊 也是比较长的 长距是怎么办 还是从前三个单词开始入手啊 从前三个单词开始入手 我们发现什么 abc里面都有这个z d和e没有这个z 也就是说看到有z 想到什么 想到的是宾语从句啊 想到的是宾语从句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这个theory 生活啊 爆炸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个theory hose hose什么意思啊 就是认为啊 认为的东西 这是个宾语从句 也就是你的认为后面这个z一定要有啊 一定要有也就是宾语从句的z一定要有 所以通过这一个单词把d和e选项排除掉啊 把d和e选项排除掉 剩下a b还有c对吧 好abc然后怎么办 然后怎么办 我们看前三个单词是不是还有区别 一个是thebeginning of 剩下都是universe对吧 后面都是universe a和b是universe c是beginning of 我们做题有一个什么原则呀 尽量忠于原文的原则吧 也就是说你原文的原则说的是原文的主语是谁啊 是这个universe啊 那么你c选项 我们刚才刚刚讲完这个a of b结构 你的原文的主语是universe 那你变成了the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你的主体已经变成了beginning 这是显然是一个改变距翼吧 这个显然是用a of b结构啊 篡改距翼啊 这个非常隐蔽 这个地方是用a of b结构进行篡改距翼 好这种情况下c一定不对啊 c一定不对 好即使看不出来是篡改距翼怎么办 我们说的beginning of the beginning是什么词性 是动名词的词性 那a和b这个无论是had begun还是begin 这个都是什么词性 都是动词的原形 有动词原形 有ing形式 这个c也一定不对啊 这个c也一定不对 好下面我们升到ab ab当中啊 还是and对吧 and是我们任何一道题都可以出解题的出发点 但是这个and是一个另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用法 就是表示时间的先后顺序啊 表示时间的先后顺序 通常来说and左边的事先发生 and右边的事再发生 那么我们现在看 如果是按照这个来看a选项是先是一个explosive啊 宇宙先爆炸 并且has been doing啊 也就是has been doing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代表宇宙到现在为止啊 到老师讲课这一刻为止 还是在一直的膨胀吧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b选项 这个had begun啊 这个地方had begun就是代表宇宙大爆炸之前发生的事 那你们从理论上来说宇宙到大爆炸是任何一个时间的开始 他还有之前吗 显然是没有之前 如果这个常识不知道没关系 那么往后看 我们看到这个后面是had been doing啊 had been doing 大家记住吧 had been doing啊 这种时代在英语中根本就不存在 也就是说一旦遇到had been doing啊 这句话都可以不念了 这句话就可以不念了 因为这个这个语法肯定是错误的 所以啊 第十题的选项是a 啊 再总结一下 也就第一下是考的是宾语从句啊 后子认为啊 包括啊 我第一节课就说过 包括你这个人说什么 你后面一定要有zat啊 一定要有zat啊 如果没有zat 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 第二个考的是c选项和啊 和d选项 这个beginning of 通过a of b结构 偷换主语吧 通过a of b结构 偷换主语 也就是当你忠于原文原则的前提下 你偷换主语 显然c和d选项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啊 但是这个确实也比较隐蔽 再一个就是这个and and啊 这是and的第二点 and的第一点 我们讲过是要进行一个平行的结构 那么and的第二点就是表示时间的先后顺序 当and表示时间先后顺序的时候 我只能说尽量保持一个平行的结构啊 尽量保持一个平行的结构 如果不能保持 那一定要保证 左边的事情发生 先发生 然后右边的事情再发生 好 如果这种常识也没有 没关系 还是啊 had been doing啊 这种情况 根本在英语中就不存在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